另外看到今年開始 政府打壓教育界和公務員系統 林鄭在自己的Facebook也提到這一方面 自己作為教育界的人士 最近都是退休 有沒有感覺到這種打壓氣氛 我退休跟打壓無關的 公道的說 不過其實大專院校 教職員的公共角色 社會責任受到壓抑 這個亦廢恥於今天 自從幾年前的議事運動之後 實際上我覺得政府和大學管理層 特別是UGC的大學管理層 我相信是有點默契的 就很刻意地壓縮大專院校的公共角色 打壓一些較為出位的言論 變成了令到大專院校的教學 就不要再和社會事務太緊密的關係 這種做法是很清楚的 我們以前舉個例子 我們要和一些關注組織 在地區團體就著一些政策議題 甚至政治議題 去開一些研討會 搞一些討論會 很容易的 就是合作 出張poster 借房就可以搞 但是現在你要借房 要三個月前申請 要去到副校長審批 甚至現在說要和你的研究經費有關係 最近理工大學 校園開完之後就要拍卡 有訪客怎樣 就是你預先參與 將一些訪客的名單給了管業處 管業處就傳一個barcode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入到雜誌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搞的活動 實際上是開放給公眾的 其實這些做法全部都是令到你更加難做事 更加減低你的公共角色 你要拿房間 要去副校長申請 其實都是 我覺得挺荒謬的 但是這個都是現在的做法了 已經 所以刻意地打壓教育界 這個是 我相信是很早已經開始了 不過現在經過這次抗爭之後 就更加著意和明目張膽去做 這個也是事實 因為它有個藉口 有很多學生被抓了 所以就連中學生 小學生 容開恩 幼稚園的課程都要去審查了 這些都是一些很荒謬的做法 有教師受到白色恐怖的威嚇 動一些就說要取消你的專業資格 未曾入聚就已經要你停職 這些 其實這些做法全部都是針對教師的 為什麽有很多警察被人投訴 又不是即時成績的 為什麽教師被人投訴又是即時成績的 為什麽匿名的投訴都要處理的 這些都是過往不會做的事 這個司馬超之心 老人皆見 政府的動機 也都是露了一條尾巴出來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那戴耀廷事件呢 你怎麽看呢 因為昨天都有個集會 很多港大的校友 他們都是很關注這件事的 當然是 戴耀廷因為他是佔中事件 就煽惑罪就入了罪 要坐牢 他現在保釋出來等候這個上訴 這個也都給了一個很好的藉口 因為事實上教育條 大學的條例裏面 一向都有 不同的院校都有些規定的了 就是如果你犯了刑事 再坐多久呢 那你就要接受這個紀錄審查 甚至這個甲職這樣 所以我想港大這一次都不理這件事的性質的了 就是 特別是件事的政治性質 令到它更加有理由要和政府合作 希望將這些 即是反對分子 離心分子打壓 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真的要刻意壓縮大專院校的公共空間 和社會責任的話 更加要針對這些人 所以這次藉著他要坐牢這件事 提前就處理這些離職的聆訊 要他親自捱話 這些都是一些延續著過去幾年 那種政治打壓的手段 所以其實你們會不會看到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呢 就是對於教育界的打壓呢 還是特區政府主動想去做呢 還是有北京的指令去做呢 我很難清楚知道是不是有北京的指令 但是我自己比較清楚的就是直接知道的 肯定是大紀元校的管理層 他是做了很多事情 而管理層做了很多事情 我相信也跟政府有點默契 你看看政府委任進去管理委員會 校董會那些是什麽人 李國章啊 跟黑社會失齊吃過飯的劉炳章啊 都做了校董會啊 那這些都很清楚的了 我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是有 有背後有一些協作的力量 希望打壓這個就很清楚了 但是例如北京我不敢肯定 但是中聯辦呢 我記得在區議會選舉之後呢 他們去檢討的時候呢 就特別提到要加強這個過程 國民教育這樣 其實就要加強國民教育啊 認知祖國啊 認識一國兩制啊 這些說法呢 差不多每天都講的了 今天我才聽到報紙 就是中央通訊社的社論 都是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有點不出奇了 他們當然是想這樣做 但是我常常都講 就是如果以為 搞回初中中市科 或者說令到中市成為這個 高中的選修科 甚至推行國民教育 就可以令到香港人 就是個個都支持一國兩制 歸心共產黨的話呢 那我只是講它 真是想創你的心 因為絕對不會是這樣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 資訊開放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很多的渠道 是知道一些不同的信息 大家都有判斷 其實你看一下 現在一般去到中四中五的學生 他們從小學到中學 去了兩三次以上 國內交流的大不乏人 我想每個人都有 但是為什麼去到高中之後 很多都會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 原因是因為 香港是一方面吸四方才 同時也是暴露於四方的資訊的社會 所以其實這些片面的解釋 一些標準答案 一些官方的言論 不會是一般人作出判斷的唯一標準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搞國民教育 就算中四方 成為初中必修科 現在高中選修科 就算你有個課程 改革去看通識科 然後審查那些教材 但是不代表進到課室 那些老師一定要跟官方言論來教 也不代表那些學生 一定會跟官方的方式來理解 一定不會是這樣 若果有些老師 只是跟足官方口徑的話 那些學生看不起它 我所知 所以我覺得 香港始終是一個很不同的社會 以為這樣做 以為透過教育 透過控制教育 就可以控制一切的話 我相信這個是很困難的 除非你做了很多其它事情 你連網都封閉了 不要讓西方媒體在香港發通訊 趕走的海外記者走 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 那你覺得今年香港 抗爭運動的形勢發展 會是怎樣走的 現在的情況 當然我很早已經說了 街頭抗爭始終會平靜下來的 因為很難要求每個禮拜都有這些事的 不過我覺得 那種抗爭會深化和長期化 比如在1月1號 原單大遊行 都有這麼多人出來 是吧 當然是19號 接著19號又有另一個 人數有很多人很堅定的 因為過去半年的時間太深刻 太過難忘了 不會那麼容易使策到的 要挽回 撫平這些敵意和傷痛 我相信是以十年計的 所以抗爭會深化 更加多人會記在心裡 每年721831會有人出來 做一些紀念活動 好像以往的六四事件那樣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會這樣都不定 721有人去元朗一定會這樣 千萬一 第二 現在也將抗爭去到這個基層議會 就是區議會 特別這次區議會 選了一幫大部分都是民主派的人出來 這個就成為了一個平台 盛載這些抗爭的力量 透過那些區議員的言論 搞的活動 抵制一些春冥 新春酒會 不去和政府合作 請鄧炳強上去區議會 解一下話言之後 等議員就秉一下他 我想這些就一定會做 這些抗爭方式會深化和多元化 就不一定是走出街頭抗爭 一天當這件事不解決 當一天沒有獨立調查 當一天警報仍然存在 當林鄭月娥還在說 我們冤警察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就算是和理非的也好 很和理非的也好 都不會這麼輕易收貨 是啊 看到香港的目色 現在在其它國家也發酵 包括伊朗開始變天了 台灣大選 你怎麼要繼續的 其實台灣和香港關係很緊密的 民間關係越來越緊密 經過這次選舉之後 我相信更加多人會有興趣 研究台灣的發展經驗 民主化的經驗 官方肯定會對 蔡英文緊緊跟北京不彩不彩的了 官方的關係一定會繼續冷卻 但是民間的關係實際上會加強 更加多人寧願去台灣交流 都不去大陸交流 這個肯定是 我們在大學都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搞一些 國內的交流活動 近幾年出現的趨勢已經去到 要求人參加的了 有學生問為什麼你不搞一些台灣交流活動 我這麼說 有很多顧忌 第一的同事 工程也未必想你搞 學院不是想你搞 但是你不搞 學生就自己搞 我相信這方面的交流會多了 事實上 很多人過去觀戰 這次也有很多人 平民出去過去 過去幾年 移民台灣的人數都是輕微上升 去年的升幅特別明顯 我相信這些趨勢會延續 所以台灣和香港之間 互相看著對方的社會形勢 台灣就會以香港的情況作為警惕 所謂台灣版本一國兩制的欺騙性 香港也會台灣的發展經驗 證明華人社會 中國人社會 一樣可以 建立一個民主制度 可以令到權力和平轉移 可以走向理性 溫和 所以我覺得這種 台港合流的趨勢 都會延續下去 伊朗變天 好像現在連光復伊朗的口號都走出來 香港過去半年的事情 確實長期都成為海外傳媒的焦點 和這個報導的一個重點 所以香港的經驗也引起 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美國歐洲都陸續有動作 所以我覺得就有別的地方 借鏡的香港經驗 或者認為香港的鬥爭經驗 有某些地方值得認同 值得參考 我覺得這個很不令人意外 所以伊朗 伊朗當然它的問題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我相信也有些做法 在抗爭時想起 香港試試這樣做 我就試試這樣做 我相信會是這樣 在軟地下 做法 字幕了解 總共有能力 沒有